我記得當初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從那個時候開始陪伴我 每一天慢慢的成長 現在過了已經十二十三年了 那這一天晚上他就這樣 默默的就走了 就當時還蠻就錯愕啊 然後就一個非常忽然 就一個一不注意 他就走了 從我國小五... 回想當時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開始陪伴我 陪伴我上山下來環遊世界到處一起 就走遍全世界 渡過美好的時光 想當時... 大概是... 就是那一年五六年... 就是在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開始陪伴我 陪伴我... 上山下海環遊世界 就走遍全世界 那... 經過了... 漫長的... 從五六年級那個時候開始... 從我國小五六年級 還開始陪伴我加入我的生活 他就直接... 加入我的生活 加入我的人生 讓我的人生比你更精彩 陪我上山下海環遊世界 那... 就這樣... 過了十二十三年 就... 默默就... 走了 就在一個晚上 他就這樣... 一個... 很忽然 一個... 就... 我還蠻錯愕的啊 就一個... 怎麼忽然 就這樣默默就離開我了 就... 對啊 那你就... 珍惜身旁的人事物嘛 那... 你就好好珍惜每一天 跟他相處的機會 有好好相處的機會 就... 認真的 過好每一分每一秒 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就... 珍惜你的時間 把握機會 就認真的相處下去 那... 這樣... 比較不會留下... 遺憾嗎 就是... 好好相處啦 對啊 那... 當年... 當年在我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加入了我的人生 就是... 一起 當年在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這樣加入我人生 然後... 我跟著他上山下海啊 環遊世界 走遍全世界 那... 就... 在... 最近幾天呢 他就這樣默默走 在一個晚上 那他就是... 一個... 還蠻忽然的 那... 我也還蠻錯愕的 就一個... 一個不注意 那他就走了 就... 也回不來耶 那就... 就好好珍惜身邊的人啦 就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人事物 Jesus Christ